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人民币升值进行市场部署和操作 2005年人民币启动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以来 从2005年到2011年这6年时间里面 除了2008年因为京东海啸人民币停止了升值以外 在其他的5年时间里面人民币都处在单边的升值状态 就是人民币只升不跌 这种单边升值的局面直到2011年年底才彻底结束 那么在2005年到2011年很多国际投机客压住人民币升值 认为人民币升值一直会持续下去 直到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 但是从2011年年底开始人民币就进入了一个波动的一个通道 总体上说 从2011年年底开始 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 而且呈现略微升值的市场 在2015年到2017年当时也是由于内地的金融监管部门 对人民币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所以当时很多国际投机客就认为人民币进入了一个贬值的通道 于是他们联手做空人民币 结果就在越来越多投机客跟风的时候 人民币出现大逆转大反弹 这种情况在2015年到2017年期间出现过多次 那么这些试图压住人民币贬值 或者试图做空人民币的这些投机力量 各个损失惨重 人民币的波动将会随行就市 波动的幅度和波动的频率也将随行就市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试图压住人民币升值或者说贬值 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而且还要知道 内地的人民币汇率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内地的金融监管部门也绝不允许人民币汇率 完全被市场力量投机力量所阻挡 从今后的长期趋势来看 人民币汇率呈现升值状态 这个不仅是眼前的这种国际经济环境的需要 而且也是由中国国力所决定的 从最近的国际环境因素来看 由于美国凭借美元的霸权 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美元 导致国际通过膨胀 尤其是国际大宗商品 这个价格的暴涨 对整个中国的制造业带来压力 如果人民币不升值 中国制造业的进购成本就会不断增加 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出口产品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 因此从国际环境来看 人民币升值的确有必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人民币会像2005年到2011年那样 呈现一个单边升值的状态 如果要压住人民币单边升值 很可能会像2015年到2017年 很多国际投机客 做空人民币那样 最后会损失惨重 大败而归 总之 只要 做长期布局 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局面 应该是 没有大问题的 但是要搞 短期投机 十有八九 很有可能会失算 好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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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